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8月31日 巴拉纳体育会静待彭美拉斯 周三早上 南美自由杯准决赛首回合来袭 届时同位巴甲的巴拉纳体育会和彭美拉斯将在前者主场展开争夺 结合双方近期的表现 彼此的争胜能力显得不足 在进攻端火力较弱 首回合交锋出现合局的机会极大 本届自由杯四强形成三队巴甲球队围剿阿甲独苗杀是非的形式 然而巴拉纳体育会和彭美拉斯的内战最为难以预料结果 巴拉纳体育会上轮巴甲再次战合对手 球队已经连续二场比赛打获 加上此前连续不敌法林明高 巴拉纳体育会正遭遇一波连续四场各项赛事不胜的低迷时期 巴拉纳体育会最明显的问题出在了进攻端 过去四场比赛仅仅由伯布露攻入一球 而在上一圈的自由杯征程当中 巴拉纳体育会两回合也仅有玉陀洛基取得入球 总比分一比零杀入四强 总体来说巴拉纳体育会进攻能力不强 面对关键赛事更会以防守者的姿态出现 巴拉纳体育会金扑主场会以文字当头 彭美拉斯的状态和巴拉纳体育会非常相似 最近二场比赛都是战合对手 过去四场各项赛事攻入三球 进攻火力稍稍强过巴拉纳体育会 彭美拉斯目前保持着近13场各项赛事法定时间不败的记录 只不过近期进攻端火力减弱 球队争胜表现下滑 在上一圈的自由杯比赛当中 彭美拉斯和明尼路两回合战成2比2 最终在12马大战当中彭美拉斯更胜一筹获得晋级 巧合的是 在彭美拉斯这波13场不败的前一场比赛 正是在7月初0比2不敌巴拉纳体育会 相信彭美拉斯都对这场失利耿耿于怀 面对禁区攻击力不足的巴拉纳体育会 彭美拉斯此番出征将权力出击 尽量获得晋级主动权 阵容方面 后卫亨利山度士殷商倦琴 中场查陈渣渣因个人缘因缺席比赛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